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斯州 本期是第二十三期 咱们继续讲铁血战士系列 本期是我们讲铁血的第十期 这款冰人依然是出自新铁血战士 第三部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们上期讲诗面是他的领导 是他的队长 他是二号人物叫做英面 叫做Falconer Predator 那么他负责的执走 其实就是一个侦察 有这么一个小的 有这么一个类似于无人机的这么一个装置 像是一个鸟类 那么在电影初期的话 也是窥探我们这一些人类的一个行动轨迹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小鸟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底下的话有一个小洞 其实可以根据一个小棍的话 是可以插在肩膀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边上 好的 那么他的话 其实这个膳食的手刀 但是其实实力还是比较弱的 因为在电影里的话 它是被这个日本的应该是山口组里面 因为这个成员给这个拿刀给灭了 所以足以见到他们确实是这个三小肉 实在真的是太差了 那么之前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异形大人铁血里面 这个这个铁血的话 那是可以秒这个异形 但是的话 他们连人类都打不过 这确实是有点这个说不过去 甚至那铠甲的话 也是非常的少 那么武器的话 也是比较的简单 好 那么他的话 是带一个这个骷髅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骷髅头的话 咱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 就是这个2011年 那个限定款 那个影子 Shadow Predator的这么一款附带 那么他的话 我觉得Airt偷懒 那么带这么一款 也是不错 还是比较这个诱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款的话 就是一个同类的这么一个头骨 那么他的话 也是个铁血的头骨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一个长出头发的位置 非常密集恐惧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还是非常的这个细致的 因为铁血的话 他们的爱好的话 就是收集这个这个猎物的头骨 进行个挂在墙上展示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私生活和爱好的 好 我把它放在边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款的话 就是这个鹰面 Falconer Predator 那么他的这个面部的话 是有点像这个鹰的 这么一个鹰嘴的这么一个刻画 头盔的话 是不能够把它拿下来的 这个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拿不下来的 这个是拿不下来的 好的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类似于同质的这么一个结构 其实也是非常的欢迎 我们来看一下后边这个脏辫 那么这个脏辫的话 我们看一下也是非常的细致 每根的话 都是这种软胶的材质 有点像几个小蛇美兜沙 在这个后面摆动 好了 诸人之战的话 那个模型我也有 之后的话 我们进去测评 那真的是拿这个美兜沙的头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的这个武器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了 就是一把手刀 那么他的话是有三种长度 可以进行一个拔下来替换 是可以把它的话是插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的话是这个金属的材质 好的 那么是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有三个长度 有这个短中长 这款的话是一个最长的一个长度 好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手甲 是配合一个手刀在这里 好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也有一个护甲在这里 那么他的话 仿佛这个是带着一个手套在这里 这是一种这个手部的一个保护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么他的话呢 是我肩甲和胸甲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小袋这么绕过来 好的 那么下边的话是一个护挂 依然是一个没有内裤的形状 我们之前的提前也是有这个穿这个皮带裤的 那么他们为了保持凉爽这样的形态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裙甲 好 那么他的话其实是有这个漆甲在这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腿甲 膝盖部分的话是一个皮革在这里 那么这边的话也有 那么是一个我觉得不算太好的这么一个保护 那么材质的话 那差不多应该也是一个类似于皮质 不像非常坚固的那样的一个材质 好 那么足部的话依然是穿鞋的 那么他们几个都是穿鞋的 不像之前的铁血的话是不用穿鞋的 好 那么他们的话也是一个全新的素体 我们看一下 那么头部的话左右转动 这是没有问题非常的顺畅 那么铁血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扛造的一个素体 那么手部的这样的移动都是非常的结实 跟这个普通的HTB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耐烦扛造的 可以摆出不同的这个姿势来 膝盖的话也可以进一个可动 那么他的配色的话是有点偏绿色 那么中间胸口的话是这样的淡淡的这样的棕色 那么有点偏黄 那么整个的一个区域的话是一个偏绿色的这么一个配色 那么他的话是这个阴麦 这个Falconer Predator 我们把它装备的话给它放在这个身上 那么其实并不多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头颅的一个收藏 那么可以把它的话是放在手里面 就像是这样 那么这个小鸟的话进行一个侦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鹰面的一个所有的这个配件了 好了 那这个明天测评 那么大家喜欢玩具的交流 我们规则的话是这个100期 包括这个Hot Toys 还有这个塞兽的一个冰日的测评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这个订阅转发我的视频 那么这个加我的这个频道 那么成为我的一个这个subscriber 那么就可以及时收看我的一些这个这个冰日的测评了 好的 那么大鼓努编写的注意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